沈娘,你这贫血太严重了。 沈娘,真的是神医啊。 她含笑说道,齐悦干脆站起来,走到她身边,拉过她的手,仔细地看了假床,又审视面色,抬起手,微微扒了下她的眼瞼,好像比她想得还要严重。 齐悦心中微微一沉,在面上不显。 沈娘,让我看看你的腿。 她说道,她在做这些动作时,二夫人一直含笑不语,认她行事。 此时听了她的话,一旁的丫头采青有些担忧。 少夫人,我们太太怕冷,这掀开毯子衣裳的…… 她忍不住说道,没事。 二夫人含笑对她说道,一面看向齐悦,眼神温柔。 这是月娘的好心。 齐悦冲她点头笑了笑,也没有说什么话,看着采青掀开毯子裙子,露出一双白皙的腿。 看着齐悦皱了皱眉头,二夫人微微一笑。 我老了,吓到月娘了吧。 她说道,齐悦笑了,看着眼前这双腿,虽然浮肿,肌肤干燥,带着老态,但依旧能看出年轻时的美丽。 哪有,沈娘的腿长得真好看呢。 她说道,一面伸手轻轻地暗揉二夫人的腿。 二夫人神情微微一睁,看着齐悦的神情有些恍惚,似乎透过齐悦看到了另外一个人。 你也是这样说吗? 她喃喃喃道,齐悦没听清,抬起头看着她。 沈娘说什么? 她问道,二夫人回过神,拧嘴一笑。 我说我老了,还有什么好看难看的? 她说道,谁都会老,谁也都有年轻的时候,不能因为老了就抹去曾经美丽的事实啊。 齐悦笑道,施衣菜厅给二夫人盖上。 再说,沈娘还年轻呢。 二夫人还没到四十岁吧,这年纪隔在现代也正是青春呢。 她坐下来,微微想了想。 沈娘,月娘。 二人同时开口,话一开口,又互相看着笑了。 你先说。 二夫人笑道,沈娘吃饭不行吧? 齐悦问道,二夫人没料到她问这个,笑了。 是,我吃得少。 她还是乖乖地答道,最近基本上不吃什么。 采青忍不住说道,看着齐悦带着几分期盼。 她看出来了,少夫人真的是给二夫人看病。 少夫人的事她自然也听说了。 虽然觉得太匪夷所思,但架不住是十百在这里,由不得她不信。 七月呕了声点点头。 哦,睡得可好。 还好。 什么啊,根本就没怎么睡过。 采青急忙忙说道,二夫人看了采青一眼,收了笑。 去拿圣哥昨天带回来的点心来。 她说道,采青知道这时要打发自己出去,带着几分委屈低下头,应声事。 哎,沈娘别忙活,我不吃,才吃过饭,出来小小时。 齐悦忙说道,采青还是出去了。 沈娘,平常常常头晕吧。 齐悦便接着问道,二夫人对她一笑,拉过她的手拍了拍。 多谢你有心了,我的身子我知道,不用费心了。 这话齐悦可不爱听。 怎么能不费心? 她就要争辩,二夫人打断她。 不说这个,你不来,我也正想去看看你。 我听说你在那庄子里遇了害。 她带着几分担忧问道, 你快和我讲讲,是怎么回事? 这消息都传到这边了。 按理说,这种家丑,长元城他们应该封锁了。 不过,二夫人毕竟是一家人,这种事告诉她也不为过。 齐悦便和她说了,二夫人神色沉沉默默思索。 我也查着呢,定要把这作恶的贼人找出来。 她慢慢说道,她的声音轻柔,但此时说出来的话听在耳内却很有力度感。 不用,沈娘别操心,长元城,狮子爷查着呢。 齐悦忙说道,我知道她查着呢。 二夫人说道,微微地喘了口气。 我就怕,她查不出什么。 怎么会? 齐悦笑着摇头,那小子性子顽略,不是个什么好人。 般恶人一向有恶人魔才是,应该能查出来。 要不然也太废物了,摆摆出那么牛气哄哄天下一切是尽在掌握中的姿态。 齐悦不由眉嘴笑,看着齐悦的笑,二夫人神色微沉。 她能查出来? 她要是能查出来,就不会才刚有头绪,就着了一把火,将那圈的婆子丫头烧死了。 她慢慢说道,齐悦听了很惊讶,不过惊讶的却不是二夫人期望的那个。 火?是秋冬院的那场火? 她问道,那日,一把火烧了她的希望,事后也没力气闲情去打听怎么找的火,只知道侯府的秋冬院附近得重新修整。 太秋冬院关着人,结果半夜着了火,屋子里的丫头脖子都烧死了。 二夫人说道,嘴边一丝冷笑,哪有这么巧,就要问出来了,人死了,死了人? 齐悦的关注点再次与二夫人的违背了,她吐了口气, 唉,这里的人命真不值钱,太可怕了,说死就死了。 二夫人看着她,放弃这个话题。 天娘,你今日过来是有什么事? 没什么事,就是过来让沈娘看看,我挺好的,免得沈娘担心。 二夫人的脸上浮现欣慰又有些激动的笑。 好,好。 她拉着齐悦的手。 我看到了,我放心了。 采青的声音在外响起。 太太,大少爷和世子爷来了。 她说道,二夫人和齐悦有些意外。 大少爷自然是二夫人的大少爷,来自己母亲这里不算意外,但长云城也来了。 采青的话未落,长云城和长云圣已经先连次进来了。 母亲,听说大嫂来了。 长云圣面带惊喜激动。 一面迈步,一面问道。 一眼看到站起来的齐悦忙上前失礼,喊了声大嫂。 齐悦看着这年轻人,中秋的时候见过两面,倒还有些印象。 然后,她的视线落在长云圣身后,漫步跟过来的长云城身上。 她穿着家常的淡青胶领袍子,系着黑金腰带,一条暗青斗篷搭在手里。 她并没有看齐悟,似乎屋子里没有她这个人。 将手里的斗篷扔给上前接的丫头,便直接冲二夫人行礼问好。 齐悦安自撇撇嘴,也不再看她。 这边,长云圣一脸激动地看着齐悦。 大嫂,你果真剖腹救了那黄公子。 她问道,齐悦笑了笑。 其实是刘大夫的功劳,要不然也就不合的。 大嫂,你真的切开黄公子的肚子了? 长云圣不关心这个,问道。 齐悦点点头。 是,不过没那么大,不是你们想的那样,就是一条小口子。 她伸手粗略地比划一下,这就足够让长云圣惊叹不已了。 就连二夫人也有些惊讶。 啊,竟然切开肚子能不死? 她激动地来回躲步。 切开肚子能不死? 那日常看到,有些人切了腿脚什么的,都要死要活的呀。 齐悦哈哈笑了。 哈哈,那不一样的。 她笑道,也不知道该怎么给她解释。 所幸长云圣也不要解释,她只需要确认这个事实就够了。 天哪,大嫂竟然还是神医。 她激动地笑道,搓着手,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 出口成诗,笑谈机敏。 她反复重复这几句话,说得齐悦和二夫人都笑起来。 狮子爷,你娶了大嫂,你的福气简直太好了。 长云圣干脆伸手,一把拍在长云城的肩头,大声感叹道。 长云城没想到他突然说这个,顿时憋住了。 原本木木的神情变得丰富起来。 惊雅,尴尬,恼火,甚至还有一丝羞意一闪而过。 按照他该有的本性,此时脱口而出的自然是嘲讽。 但他张了张嘴,几年没见,力气见长了。 他吐出这么一句话,伸手扶了扶肩头,看着长云圣。 齐悦没绷住,哈哈笑出声。 长云城终于将视线落在他身上,带着几分警告。 齐悦冲他咧嘴一笑,又伸手掩嘴。 看着这二人的神情,二夫人脸上的笑慢慢地收起来。 求证过剖腐疗伤的长云圣,很快被人叫走了。 父亲不在了,作为家中的长子,数物来往等等事项都有他负责,因此很是忙碌。 世子爷,跟我到厨房吃茶可好。 人走时,他邀请长云城,担心长云城在这后宅里不自在。 长云城摇头,出来一会儿,这就走了,你忙你的吧,改日再喝。 他说道,长云圣便不再说什么,赔罪几声就去了。 二夫人不说话,低头喝茶。 齐悦不知道说什么,也没说话。 长云城自然更不会主动开口。 屋子里一阵沉默,气氛很是怪异。 在这沉默中,长云城站了起来。 世子爷要回去了。 二夫人放下茶杯,和言说道,不带长云城答话,就喊丫头婆子们。 好好的替我送世子爷,再将前日得的那一包雪宴给夫人送过去。 长云城站在原地,只得失礼告退。 这边齐悦站起来,却并没有迈步。 长云城看着他,垂在身侧的手,不自主地攥起来,终于开口和他说话了。 你还不回去吗? 他闷声说道,带着几分不悦。 沈娘身子不好,你别打扰她太久。 齐悦呕了声, 的确是,二夫人明显是精神不好,他便要开口告退。 二夫人先开口了。 月娘再陪我说说话,我有些身子不舒服的事,正好请教请教她。 他含笑说道,看着长云城。 你先回去吧,替我向你母亲问好。 长云城垂在身侧的手放开了,冲二夫人拱手,转身便走了,没有再看齐悦一眼。 长云城走了,齐悦又坐下来,转头见二夫人审视自己。 沈娘,你要问我什么? 她便一笑,问道,二夫人收回视线,神情变得柔和,这边齐悦已经自己开口了,肯定是瓶血,但如何引起的瓶血还有待检查。 她带着几分思索,二夫人的腿浮肿,要是能做个尿常规就好了。 我知道,不是的,我吃着药呢,每个月都有大夫来给瞧的。 二夫人笑道,齐悦松了口气,既然如此,那些中医更厉害。 那是娘可要好好地养着,这个可不能庆心的。 她说道,二夫人点点头,你今日来找我,是有什么事要我做的? 她问道,齐悦摇头笑,没有,我就是出来走走,想着沈娘记挂我,我就过来让你看看,也好放心。 她说道,二夫人看着她,神情有些激动,眼中就隐隐有了泪光,闪了闪。 好,我放心了。 她说道,话到此,也没再说什么,又问了齐悦这医术从哪里学的。 齐悦依旧用行起路上遇到各种艺人糊弄过去,二夫人倒也不在意这个,没有再追问,也没有表示怀疑。 二夫人的身体果然不是一般的不好,虽然看上去精神不错,但这种精神却是因为情绪激动撑起来的假状态。 这要是持续下去,很容易导致虚脱。 齐悦很快便起身告辞了,让她好好地休息。 二夫人带着几分依依不舍。 此人闲了,来看看我。 好,等我去和母亲说了不管这家事,天天过来陪沈娘说话。 齐悦笑道,这是第一次听她说不管家事,阿如在一旁露出惊讶的神情。 二夫人却神情平平,似乎早已经知道了,只是眼中的笑意更浓了些。 好。 她说道,走出了西府的门,解决了婆子们用车送。 齐悦和阿如慢悠悠地沿着家道走。 少夫人,你不管家了,不管了,本来就不是我管的事吗,不能瞎胡闹了。 齐悦揣着手,晃悠悠说道,她本来不是齐悦娘,阿如一时不知道说什么。 狮子爷。 她想到什么,岔开话题说道,是不是故意来找少夫人理的? 哼,你可真敢想。 本来嘛,要不然咱们踩过来,狮子爷怎么也来了,她可不爱串门。 行了,阿如,人啊,就怕自己骗自己。 阿如咬了咬下唇。 其实。 她紧走几步跟上齐悦,医生说道。 狮子爷,还不错。 嗯,嗯,毕竟是少夫人,这一辈子。 齐悦看着她笑,直笑得阿如红着脸说不下去。 一辈子说长也长,说短也短,是得好好想想该怎么过。 齐悦等她不说话了,才笑着说道。 也是,一时接受恐怕也不容易,毕竟狮子爷对她来说是个陌生男人。 慢慢来吧。 阿如点点头,重新露出笑脸。 看到齐悦走过来,二门上的婆子们远远的就茫茫的接过来。 少夫人怎么走着,该叫个车。 齐悦一一笑着回了他们的话,迈进了院子。 看着那女子慢行而去,门上的婆子们才收回视线。 少夫人真是聪明能干,人又好,对咱们都和和气气的。 可不是,还会治病救人。 那么多太夫都救不了,少夫人一出手就没事了。 所有人似乎都忘了,就在几个月前,他们眼中口中的那个少夫人是什么样? 少夫人,其实现在家里都理顺了,那些人也断不会再故意找麻烦。 阿如地生说道,何必要把差事推出去? 有些事可以管,有些事还是不要管得好。 我还是那句话,咱们的目标是吃得好,喝得好,睡得好。 既然什么都不用做,咱们就能过这样的日子,何必要多费心神? 说吧,看着阿如露齿一笑。 其实我很懒大,他说道,阿如被他说得不吃笑出来。 他才要说什么,看到前方不由一愣。 哎,好像是世子爷。 他说道,齐悦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,果然,见前方站着一人。 长元城将斗篷披在身上,转过头,看着走进来的二人。 是子爷,是在等我?有事? 你很闲,一大早就传门了。 长元城皱眉说道,没有一口反驳,齐悦这个有些伤自尊的猜测,用别的话接过去。 齐悦冲他笑了笑,还行。 他笑道,没有答他的话,而是接过话头。 世子爷,不忙吧,我正想找你说些话。 长元城神色微微缓了下。 我可没你那么心爱。 他说道,转身向前走去,齐悦喊着笑跟过去,阿如迟疑一下落后几步。 哎,以前的事就不说了。 齐悦跟上他说道, 这次虽然是你惹来的麻烦。 长元城停下脚,皱眉看着他。 谁这麻烦? 你这女人的脑子,能不能清醒点? 他说道,齐悦皱眉看他,气氛一阵僵硬。 算了,反正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坏事,和好而立嘛。 齐悦深吸一口气,后退一步说道, 要不然,吻吻噩噩噩的,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。 长元城不太明白他嘀咕的是什么,但有些微微的惊讶。 这女人,怎么没有像以前那样,一碰就刺猬一般的诈了? 你遵循你的话,这次之兵救人,你也有很大的功劳。 要不是你坚定的站在我这一边,估计这个人还是救不活。 齐悦又笑道,冲他滚滚手。 多谢了,君子。 长元城的神情变得有些僵硬,似乎对他的这个态度很不习惯。 干脆转过头,接着走。